大家好,欢迎收看日跟频道,我是十九肥仔 如果你说你的钱存在哪里最安全 我说存在银行,我想也没有被人反对 因为虽然你的钱存在银行,是会洩通胀,没得赚 但你不会少,能放在银行,除非银行倒闭 否则你的钱就不会不逆而非 当然,现在银行倒闭的机会就比以前高 但比起放在银行,银行始终的安全系数也多很多 但似乎这个想法,这几年就不断被人挑战 有很多人发觉,就算你放钱入银行,你的钱随时都会不逆而非 近日,在陕西安康市,一位姓鄧的女士表示 自己的丈夫在2018年因病去世 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就有13万多的存款 他就在2020年,曾经两次去银行确认那些钱还在不在 而且在2021年的时候,银行还出了一张单给他 那张单就显示了邓女士老公,他的账户上余额为133,900元 经办人签字就是一个叫王朝的男人 邓女士本身就想拿他老公的存款 但那笔钱就属于遗产,所以就需要一份遗产继承公证书 邓女士之后拿着公证书想再次拿钱 谁知道工作人员在柜台里搞了整个钟都拿不出那些钱 其后邓女士多次尝试拿钱都没办法拿到 在2022年的2月,邓女士再次尝试提款都依然失败 他就想着去隔壁镇那间资议行拿钱 得到的回复是他老公的账号已经是注销了 那些钱都已经是被人拿走的了 邓女士就觉得奇怪了 这13万的遗产在公证署做过公证的 银行都有这个存款查询讯息 为什么现在就没了呢 直到今时今日,事情仍然未解决 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叫他行法律程序 而当初帮他办理业务那位王朝 还跟他说私底下给他两千元,这样行不行 即是说得出这句话,我想也有点惊惊 果不其然,在6月26日深夜 王朝就跟两位男子去到邓女士家 多次敲门表示要协商处理这件事 邓女士就说,11点多带着两个人来我家敲门 还吓他,说会死在他家门口 他当然不敢开门 在6月28日的时候 农业银行安刊市分行负责人高中林就说 这件事是职员的失误 邓女士的亡夫帐户根本没那么多钱 具体涉及多少钱就不方便透露了 农业银行平利院支行出了一封信 他们就说,查过之后 帐户直到2018年6月 余额是一元都没有 但是传接还未补出入数 所以传接显示的余额就是开户日子那天的钱 即是133,900元 在2020年12月 邓女士去查询业务的时候 柜台人员就误将一个数字 当成帐户可以用的余额 并且出了收据 叫他做公证之后才可以拿出款项 直到2022年的时候 由于邓女士去拿钱的时候 就没有带到银行卡和传接 所以就帮他做了布室 并且根据他的余额 为邓女士cancel了帐户 说真的,我觉得就真的很难相信 别人来查过两次 你一次看错就错 两次你都看错? 别人布室余额为零 你cancel 人家帐户 你不会通知人吗? 正常这些 cancel 人家帐户 就算你不打给他 你都要有书面通知 而且他拿不到钱的时候 有不少人都认为 其实就是银行工作人员监守制度 自己就挪用了不钱 然后就把责任推给前线员工 现在平时那些人在家打开电话 都已经可以看到余额有多少 你们有个内部系统 你们都没办法看到余额的吗? 你们请什么人? 请个堂仔出来 还要连续两次都撞正同一个人 又撞正这样看错 而且那个王朝 想着拿两千元说解决这件事 你没做错没问题的话 干什么要自己挖钱出来 真有事才会想着用钱解决问题 如果你扫的所有东西全部合乎程序 其实有什么问题都不关你事 不要说你可怜别人 更何况半夜三间 带人去别人家敲门说解决这件事 你是想解决人还是解决这件事? 基本上这个王朝肯定是不知道做了什么 真是厉害 拿完不钱还要cancel别人的帐户 其实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想呢? 因为这些事件都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了 我们channel之前也曾经报过一宗 一名广东女商人 传了一千万人民币在银行户口那里 几个月一元利息都没拿到 连个本金都没了 最后发现原来是一名姓伟的经理 因为家里有事急需要用钱 所以就拿了她的钱 其后这位女士就走法律的途径 怎料在法庭上竟然认定这位女士的损失 并不是银行的主观原因所导致 而是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 所以银行就不用赔 他要索尝就应该去找偷她的钱 但是那位姓伟的仆街 直接跟他说 他们的钱是拿来还债的了 钱就没有 命就有一条 一取后就提出上诉了 最后的判决就是说 银行员工和存款那人三方都有责任 银行就需要赔回那位女士400万元的损失 我那时候看这个新闻都觉得很好笑 我存钱在别人道 为什么我有责任呢 我的责任是不是看错了银行 我不应该存款进这家银行的 其实类似的新闻 我自己也不是第一次听的了 银行有职员挪用那些客户的资金 有些就像这些人拿来还债 有些就直接拿来炒股票 到最后 银行将责任推得一干二正 金融管理机构就完全不理这些 普通市民要拿钱的时候就诸多激吉 你们的员工偷客人的钱 就不关自己的事 因为太多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邓女士这件事 不少人都认为是银行方面的人 偷了邓女士的钱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第一就是他们所说 人为出作根本就不合理 第二 而那位王朝的举动 也令人极度之怀疑 但是根据一直以来的判决 所以邓女士这件事都很硬 你想想 人家有千万存款的人 和人家打官司搅来搅去 才能拿回那些赔偿 你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老人家 你怎样可以和人家的金融机构斗呢? 当然在这里也希望有一些有正义感的法律界人士 可以帮一帮邓女士 好了 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 大家觉得邓女士这十几万 究竟真的没有啊? 还是被银行的人偷了呢? 欢迎留言说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